我今天又要來玩陣容啦 艾璃、辛葵、亥牙、霧己 聰明的你們看得出來 我今天要玩什麼陣容嗎? 霧己出了之後 迷霧島就有四位成員 有人還開玩笑說 艾璃、亥牙、霧己都能打增傷 唯獨辛葵不能 那辛葵是不是迷霧島之池呢? 你們覺得是嗎? 因為迷霧島只有四位成員嘛 所以我特地找來了 凱格當第五位 凱格跟迷霧島也是有淵源的喔 迷霧島突然出現了海獸 霧己為了守護迷霧島奮力一戰 啊我就覺得那個海獸長得很像凱格嘛 所以就找來凱格囉 至於霧己目前的強勢程度 我個人覺得霧己拿去打野 前期打的偏慢 有很多隻角色比他更強 霧己走凱撒路 也有很多角色比他還要強 所以霧己就有待改強吧 再來就是霧己的被動 那個印記我覺得要再明顯一點 像這個畫面 我跟隊友們都發出藍光 克萊斯一開大 啊我衝進人群 我根本看不到我疊了 哪個方向的印記啊 除非我走出人群我才看得到 大家也可以說說你們對霧己有什麼看法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修哥 I'm Yuga 今天要拿霧己來打野 小野怪是沒有辦法弄出印記的喔 只有古龍或魔龍還是凱撒 甚至是英雄才有辦法打出霧己的印記 我這部影片出的時候 應該很多人討論霧己了啦 所以我就不再多說明了 吃完古龍我也剛好疊滿印記 要用一技能打人的時候 被他跑掉啦 反而是對面的打野來了 他們打野是弗洛倫 我這邊開大也很明顯發現 我大招的傷害也是偏低的 我個人是覺得霧己之後應該是會再改強啦 通常新角色嘛 只要上市之後官方發現比較爛 可能一個禮拜之後就會改強了 但是如果某個角色上市之後 發現他太強 官方有可能會在一個月之後才會把他削弱 這個就叫做差別待遇 因為他們的打野是弗洛倫 我剛剛把他殺掉了 所以我可以趁勢入藍 只要你把對面關鍵人物殺掉 你就要去想辦法擴大整個優勢 這也是常識的啦 這也不用再多講 什麼時候可以入野 什麼時候不要入野 我剛剛又掃了我半邊的藍區 要來中路吃個兵線 那我們好像沒有法師 但也不需要 因為我們可以直接打增傷 那我跟這個愛里配合還是不錯的喔 那親個中路兵繼續掃紅區囉 玩霧己最好是要有隊友去幫你配合一下 因為霧己的傷害我個人覺得偏低嘛 所以你在抓後排 最好是隊友也要跟著你一起來抓 這樣子效果會比較好一點 這邊有霧己跟克萊斯 肯定是先打對面的霧己啊 一技能拔刀板砍完 真相只有1300 差一點打死對面的霧己 那只好回頭來殺克萊斯了 霧己差一點點 一格血吧 我還在吃小野怪 就看到藍區那邊好像打起來 克萊斯是直接開大了喔 那我就走過去看一下 看到已經開完大的克萊斯 還有盧蜜亞 那我肯定是想要抓盧蜜亞吧 我就可以藉由克萊斯疊了印記 疊滿印記 我就可以打出增傷啦 目標還是一樣是打那個盧蜜亞 結果大招砍完 一技能要揮 結果沒揮到 那個盧蜜亞交了瞬移 剩下我在裡面 我這是壁子啦 所以凝霜也不用開啦 開了我還是會死 反倒是星葵 他一盪進去就被融化了 還有我們的亥雅 我們迷霧島的成員該不會要死光了吧 哇 我們四位迷霧島都死光光了 這怎麼可以 身為一個忍者 怎麼可以輕而放棄投降呢 肯定要打啊 那一樣要針對對面的後排 盧蜜亞&蘇拉 這兩位 拔刀板砍下去 還沒砍完人就死掉了 回頭就看到克萊斯還霧己 那肯定是先打霧己的啊 霧己殺了霧己之後 克萊斯我就懶得追了 先去掃我的藍區吧 吃完藍 我的隊友說他們想吃凱撒 所以我就馬上過來吃個凱撒啦 可是我的制裁 還要無瞄冷卻 看來這個制裁是開不了 好險我的隊友拿到了偽刀 讚了喔 我想說我們有四個嘛 沒有理由打不贏弗洛倫啦 但打著打著 怎麼剩下我跟亥雅兩個人呢 原來是我的隊友狀態可能不太好吧 沒事的 殺了弗洛倫又拿了凱撒 香啊 隊友把天空巨龍交在下路喔 那還有點遠嘛 所以就偷個對面的小野怪 偷一下就被對面看到啦 那個盧蜜亞還直接開大 不過他直接開大 隊友來說是還蠻不錯的喔 代表他在短時間內 已經沒有大招了 等一下如果我們要打團戰 就不用去躲盧蜜亞的大招 也是不錯啦 那因為我們剛剛吃完凱撒 所以我們隊友之間 身上都冒出藍光 霧己的印記 如果你有疊到 也是會發出藍色的光 甚至在打團戰的時候 那個印記真的會跟人家重疊到 我真的看不到 我到底哪一邊印記沒有疊到 等一下那個對面克萊斯會開大招 他開大的時候身體變大 那個特效太多了 連他的那個也是藍色的 我衝進來完全看不到印記 所以我馬上走出來 我是為了看我的印記到底哪邊沒有疊到 那對面全部人都躲在塔下嘛 開大直接衝進去塔殺啦 這邊死了四個人 剩下一隻中路的福魯倫 趴在我頭頂上啊 那他們應該守不住吧 下路是有兵的喔 我們五個人都還在 雖然凱格路是回家補血啦 但我們這邊下路 好多也有四個人嘛 四個人要推到主堡 感覺是有機會的喔 不過那個福魯倫硬守高地耶 滑出來之後 滑死的星葵 怎麼會這樣啊 所以他這個人 拖了我們太多時間 導致我們拆掉高地之後 我覺得 沒辦法結束遊戲耶 真的沒辦法 而且這個炮車被清掉啦 所以趕快撤退囉 那個福魯倫 真的蠻會滑的耶 中路好像又打起來 克萊斯已經開得大 欸 還被殺掉了喔 欸 怎麼這麼快 人都還沒到耶 那我是想要殺那個啦 對面那個盧蜜亞 可是我追不到他 只好來打對面的霧己啦 一技能打到1700 那最好情況下應該是要 就是解除了我的被動 先打個三下苦攻 那樣子增傷會打得比較高啦 但是我真的沒有太多時間 可以讓我先打個三招 再去打出最大的傷害啦 欸 沒辦法 加減打吧 那趕快吃個凱撒 看到對面福魯倫在衝 結果對面霧己怎麼在旁邊啊 所以我跟艾里最後是放棄吃凱撒的 因為在吃的話 被搶的機率很高 當我走到中路想說親了兵線 就看到福魯倫 我的硬氣才疊了三個 準備要疊四四個硬氣 我就被福魯秒掉了耶 他才划我幾下啊 我直接死去了 當我死去之後 我看了一下福魯倫 哇 全攻擊裝備啊 難怪那麼痛喔 我這個半坦裝備的霧己 都是會被他秒掉 那更何況 我的隊友們 那我一個復活就看到 隊友居然打贏了 剩下對面的霧己 我留住他了 他們是一個團滅啊 欸 果然啦 要贏還是要靠我迷霧島的隊友們 畢竟嘛 我迷霧島的隊友 各個好像都比我更厲害 像亥犽啊 艾里啊 星葵啊 每一個都是目前T1的角色 甚至T0 本來以為我們要贏了啦 兵線帶進去 推個主堡就贏了 可是對面盧蜜亞一直丟 然後蘇呢 一直狙 那個兵線喔 撐不住啊 一進去 就被人家清掉了 所以我們又撤退啦 撤退之後 當然是要先打盧蜜亞啦 這一次肯定是OK的 殺完盧蜜亞 我再跟星葵來殺對面的霧己 因為那個霧己開大無敵喔 所以我一技能就直接砍啦 只有1900的增傷 那這個霧己有點硬喔 他直接殺掉了星葵 剩下我跟霧己單挑了 最後我贏了 讚喔 漂亮喔 他們最後剩下一隻蘇 這次遊戲真的要結束了吧 該結束了吧 剛剛下路一波 我覺得應該要結束了 沒有結束 剛剛中路一波呢 又沒有結束 這次剩下一隻蘇 應該差不多了啦 我就直接貼他臉了 不要讓他清兵線喔 遊戲真的要結束了 四位迷糊島的人整 尬上一隻他們的敵人 凱格陸士 居然也是不錯的陣容耶 不要忘記把影片點給大大喜歡 我是右哥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by bwd6